眼前这个洞穴是著名女修行者丹金巴默曾经闭关修行的地方 虽然洞穴经历了重建修复 但整体上仍与原貌相似 洞穴的尺寸很狭小 宽度只有5米 深度为1.8米 最高处约2米多 而最矮处不到1米 洞穴的顶部因长期燃烧蜡烛和炷香 已经被烟火染黑 或许有些人还不知道丹金巴默是谁 他是西方世界中最知名的比丘尼之一 他曾经独自一人在这个洞穴闭关修行了12年 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尤其对于一位女性而言更是如此 然而丹金巴默却克服了一切困难 通过修行和冥想实践 深入探索了自己的内心 12年的闭关修行结束后 丹金巴默回到社会中 以他的智慧和教会帮助他人 他致力于与社会中存在的对女性的偏见和不公平进行斗争 提倡平等和女性权益 他的个人经历和修行见解被写入了许多畅销书籍 其中包括《雪洞》和《心湖上的倒影》等作品 这些书籍深受全球读者的喜爱 后来有人问丹金巴默 在一个雪洞中独自一人度过12年 你不感觉孤独吗 丹金巴默表示 我未曾感觉过寂寞 甚至一分钟都没有 一个人的生活很快乐 丹金巴默因其勇气 智慧和奉献精神而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精神导师 许多人专程前来参观眼前的洞穴 希望能够感受丹金巴默当年在这里艰苦的闭关修行 所获得的境界和智慧 关于丹金巴默的修行路程 在往期视频中 我们有详细介绍过 有兴趣的看官可以去看看 以深入了解丹金巴默的故事和他在修行道路上的启示 值得一提的是 在当年闭关修行时 这个洞穴里有一个木制的冥想箱 但是现在那个冥想箱已经不见了 当年丹金巴默睡觉时不是睡在床上 而是坐在一个冥想箱里 以冥想的姿势睡觉 而且他每晚仅睡三个小时 现在我们看到洞穴外面有不少的树木 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要知道现在正值夏季 所以才有较多的树木 然而这个地区的气候并不一句 在一年中的六到八个月里 这里会下雪 气温保持在零度以下 这种严寒的气候条件 增加了闭关修行的困难和挑战 使丹金巴默在闭关期间 面临更加严苛的环境条件 在夏季的几个月里 丹金巴默会种植一些蔬菜和土豆 以在大雪覆盖洞穴时储备食物 尽管他所处的环境中有野兽的存在 但丹金巴默会在周围安装栅栗 以保护自己免受野兽的侵扰 在孤独的修行中 丹金巴默经历了许多艰辛和危险 但他在这样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从33岁到45岁的12年里 他在这个山洞中度过了他的闭关修行 1988年夏天 他结束了闭关并返回了欧洲 随后这个洞穴逐渐荒废 后来丹金巴默的追随者 对洞穴进行了重建和修复 使其恢复了原有的样貌 现在每年都有许多人前来这个洞穴 以感受丹金巴默的智慧和奉献精神 所带来的启示 这个地方成为了人们寻求内心平静 和精神指导的重要场所 他们前来这里 向丹金巴默致敬 并汲取他的智慧与慈悲